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身300跌11点 报在3417点 创业板指涨13点 报在1828点 港股方面 港股近日早盘轻微高开 之后好旦争持 维持着一个反复震荡的格局 再之后掉头向下 倒跌超过50点 那截止目前为止 横指是跌63点 报在25272点 国企指数跌72点 报在10360点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目前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6毛5 中国移动跌1毛 建设银行跌6分 工商银行跌2分 中国银行跌1分 港交所涨7毛 中国人寿跌3毛5 邮邦保险跌4毛 通讯控股涨1块 监察中国跌5毛5 长河跌2毛 新宿基地产涨1块 九龙舱涨1块2 中国海外跌1毛 黄人之地涨1毛 中海油跌9分 中石油5涨跌 中石化跌6分 昆仑能源涨8分 中国神华涨8分 好的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有哪些行业利好消息 工信部国资委发布了 关于实施深入推进提速降费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2017专项行动的意见 该意见鼓励企业加大投资力度 深入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 面向蜂窝物联网的应用需求 鼓励企业加快推进光纤宽带 LTE增强等宽带网络基础设施技术的改造 加快窄带物联网的商用进程 相关机构指出 降费将迫使运营商做出变革 而提速将拉动5G核心网和固网的建设 光器件的需求也会得到提升 此外窄带物联网的推进 使传输层有了统一的协议标准 运营商的加入也提高了物物相连的速度和规模 物联网产业链全面爆发在即 相关上市公司中 600498烽火通信 是国内光通性行业的领先企业 300349金卡智能的窄带物联网燃气表处于试挂阶段 正常情况下下半年可以进行批量的规模部署 近日纯电动共享汽车在邯郸市等河北多个城市的街头现身 邯郸市投放的这种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用户需要通过手机下载相关APP 预约取车还车结算过程 全部通过手机一键操作 事实上共享汽车已经在北京 上海重庆成都等多地亮相 雄安新区的崛起将成为共享汽车和智能汽车的发展先行区 中央确定了雄安新区的七大任务 决定了它作为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 现代新型城区本身就是一个发展的新模式 新道路和新范式 雄安新区明确提出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建设优质公共设施 创建城市管理新样板 所以雄安新区的起步很有可能成为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运行的示范基地 因此这是破除城市交通拥堵的发展方向 在共享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 包括分时租赁等优质公共交通服务 和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都会成为雄安新区的样板之一 提前部署共享汽车的相关公司 有望占得先机 其中601777利番股份 是利番控股旗下分时租赁公司 判达用车的独家车辆供应商 601258庞大集团旗下的小新亭 分时租赁正在金金季建设数十个租赁网点 同时将推出Radigo新能源汽车租赁平台 根据国资委网站的消息 为了推进山西省深度融入金金季协徒发展的战略 进一步做好服务雄安 对接雄安的工作 近日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赵有庭 带领国新能源集团公司的负责人 赶赴河北和河北省能源局和河北省天然气公司的负责人进行会谈 据悉双方主要围绕深化煤层气等清洁能源合作 保障金金季雄安新区煤气层供应等方面进行协商和对接 双方一致认为 实现山西煤层气向河北省的输送 对推进金金季协徒发展战略的实施 保障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要加快推进煤层气管道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支持鼓励优势企业加强合作 实现供应发展 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扣带调整的能源结构 是煤层气行业加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 目前伴随着国家煤层气开发利用规划的实施 勘探开发资金正在不断投入 相关的配套设施也在大力建设 相关的煤层气优惠政策陆续出台 煤层气行业将迎来高速发展阶段 相关上市公司中600617国新能源 是山西最大的燃气管网运营企业 已经形成了煤层气天然气等多气源的供应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随访的国新能源集团为公司的大股东 在供气雄安方面 公司已经占得先机 600803新澳股份是河北企业 其全资子公司庆新新澳 拥有两套利用煤层气生产液化天然气的装置 将受益于山西煤层气对河北的供应 据河北日报报道 今年以来 保定市进一步加强生态修复 确保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深山远山地区实行丰山御林 在浅山丘陵地区大规模实施人工造林 建设水源寒养林和水土保持林 有效提升了保定市的生态功能 同时还对国省道干线以及聚马河的两侧 进行了高规格的绿化美化 对千锡林、白石山等旅游景区及周边地区 完成造林五万亩 实现了绿化美化的全覆盖 对太行山区内县城及其主要城镇周边的荒山荒地 进行了绿化 并在农村实施街道、庭院、沟塘和环村绿化 力促保定山区的生态环境得到好转 此外 雄安新区建设的七大重点任务中 首要任务就是建设绿色新城 因此雄安新区建设过程中 园林绿化建设必不可少 相关上市公司中 002431棕榈股份此前就发布公告称 和保定市签订了合作统投资 规模达20亿的项目协议 同时是白阳定生态林建设 及定区绿化建设的规划顾问 002310东方园林位于北京 目前在华北地区有200亿的项目 公司也表示将抓住雄安新区的建设机遇 积极开拓相关业务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5月16日央行与香港金管局发出联合公告 同意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等 开展香港与内地间的债券通 债券通正式启动时间将另行公告 初期先开通北相通 未来将适时研究扩展至南相通 北相通没有投资额度的限制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德林表示 债券通标志着中国推进资本账户 自由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通过债券通平台 香港将发挥境外投资者 进入内地债券市场的门户作用 债券通将为香港地区的存托、结算、资金 封控等相关金融服务创造更大的需求 在解释为何先开展北相通时 央行表示 债券通涉及两地交易、结算等 多家金融基础设施平台 在技术和实施要求等方面 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和挑战 本着分布实施、稳妥推进的原则 扎实做好北相通 可以为未来的双向通积累经验 央行称 推动债券通有利于巩固和提升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还将促进内地和香港在捐管 执法合作等方面的协调和沟通 此外也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 扩大对外开放 债券市场开放是中国金融市场 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债券通将进一步丰富 境外投资者的投资渠道 增强投资者信心 有利于在开放的环境下 更好地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今天的重点公告 000062深圳华强 近日早盘涨停 该公司昨日晚间发公告称 公司控股股东 华强集团先后在河北建设 运营了以电子产品交易 和双创基地为特色的 石家庄华强广场 开工建设了华强赵阳张家口的15兆瓦光热电站 和大型文化科技主题公园 中华成语文化博览园 累计在河北总投资已达100亿元 未来3到5年 华强集团拟在河北投资项目6到10个 投资金额将超过600亿元 600651飞跃音响昨晚发公告称 公司已通过全资子公司IUL以3450万欧元的价格 收购关联方HHL特有的持名产品公司FML20%的股权 并已通过FML全资子公司以160万欧元的价格 收购泰国照明产品公司100%的股权 000738航空航发控制昨晚发公告称 作为国务院国资委向中国航发出资的一部分 航空工业拟按照中国航发组建方案的要求 将发动机控股100%的股权转让给中国航发 从而导致中国航发间接取得了航发控制53.86%的股权 对上市公司实施控制 本次收购上代证券会豁免中国航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中国航发目前已持有航发科技36.02%的股份 航发动力41.17%的股份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